尊敬的邓洪森总干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此次活动之际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生专门发来贺信 对全球创新指数2022的发布致以热烈祝贺 对推进创新开放与合作 表达殷切期待 下面我宣读李克强总理贺信 贺信 直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全球创新指数2022之际 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向发布会的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 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 世界经济复苏明显放缓 全球发展进程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与此同时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 应对全球新问题挑战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迫切需要从科技创新中寻找新出路 寻求新答案 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全防卫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 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与世界各国一道 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推动科技成果 汇集更多国家和人民 目前 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有了显著进步 双创 聚重制 汇重力 更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有利促进了新动能快速成长 面向未来 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不断拓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领域和空间 与世界各国同心携手 共谋创新发展大计 共建人类 美好家园 中国愿继续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保持友好合作 共同推动构建 开放包容 平衡有效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 预祝本次发布会 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2022年9月29日 与北京 宣读完毕